你没见过他们为生活听尽全力的样子,自安不懂,这背后的无奈,这个世界,有人神于光环之下,但并不是所有人,都可以轻盈地度过这一生,原来,生活的艰难都是一样的,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不都是负重前行,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血,我们不能全部看见,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,孤独的过冬, 明明难过却还努力嚣张面对的人,还是真的用力活着,随着年龄渐长,我们承担着沉重的责任,拿着微博的薪水,艰难的权衡事业和家境,不情愿地建立人脉,甚至是为不公平低头,生活的一切都那么不尽如人意,生命如此美丽,又如此短暂,请珍惜眼前人,总有一些生命,来不及道别, 可能有的人光是活着,就已经竭尽全力了,所以,请尊重每一群体和每一种生活方式,因为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煎熬,你永远不会懂,生命本来就很短暂,区区几十秋,生而为人,请善待我们自己,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